侯友宜怎麼出來 怎麼聯絡你的 其實前兩天晚上八點八點多嘛 侯市長突然打電話給我 說燕秀 我看你最近初選跟淑慧 打得這麼激激烈烈的 我看了有一點擔心 要不要找個時間 大家出來喝個咖啡 大家聊一聊 其實你跟淑慧跟我都很熟 那也沒有什麼不能聊 大家自家人如果打得太難看 不管是你或淑慧最後出現 其實整合上都有困難 我覺得這也符合像 一開始我跟淑慧在打仗初選 我的立場非常清楚 我的槍口絕對是對民進黨 絕對不會對自己人 所以我也覺得說 有機會坐下來聊 雖然說剩下最後的五六天 馬上就要進行最後的初選 那我覺得不管誰出現 其實能夠及早整合 都是好事 那更何況是侯市長打電話來 他自己新北在總質詢 在這麼忙的時刻 那我就說OK好 他說那明天我下班之後 我在聯絡你找一個地點 我們大家坐下來聊 那我覺得我跟淑慧 其實有感情 那是前天的事 對 前天 前天晚上的事情 前天晚上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跟淑慧 其實是有感情的 包括二零一八年 他第一次參選那一戰 那本來港湖虛子提四席 後來好市長打電話給我 跟我講說能不能提到五席 那你來撐住 淑慧一定可以當選 所以那一次我全力服選 淑慧跟明顯 那也都四個全壘打 那我在爭取立委連任那一次 淑慧也義無反顧幫我站台 所以我覺得我們兩個 其實過去有交情 初選難免有摩擦 那侯市長可能之前 已經跟淑慧先溝通過 後來就跟我講說 你們兩個也沒什麼不能聊的 大家聊一聊 那你有你的戰場 淑慧有不同的戰場可以發揮 那後來我們就說淑慧說 那回去想一想 我說好 那我們大家回去想一想 所以前天晚上打電話給你 然後昨天什麼時候見面的呢 大前天晚上 對不起 大前天晚上打電話 對 大前天晚上打電話 前天晚上見面 但是見面是你們兩個一起 對 他溝通的時候 是分別先溝通 分別都先溝通 先談過 所以所以 侯市長 你們在哪裡見面 在新北 到新北去 在新北 有一個吃飯的地方 吃飯的場合 那我覺得大家比較好坐下來聊 所以我就想說 談了多久 談了兩個半小時 那麼久 所以侯市長也跟我分享了 就是說我先到 侯市長跟我分享 他沒有說他要選總統 他沒有說得很清楚 但是我可以隱約感受到 他這幾年在跟中央互動上 中央對他不公平的待遇 非常非常多 這我就不用講了 那他說我們大家要為 這塊土地加油 他說他能做的事情 其實很多 雖然他自己這麼忙 但是大家都老朋友 可以做一點事一點 那我覺得基於這個立場 我覺得他這麼忙 又在總質詢 願意約我跟淑慧出來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能談的 所以後來淑慧跟我說 他回去想一想 你們市長就說 你們回去看怎麼談 那淑慧後來上了車 他就傳簡訊給我說 昨天那我們改天去找郝市長聊一聊 那我們就三個聊一聊 那郝市長 就昨天 昨天早上 前天晚上侯友誼跟你們見過 昨天晚上 昨天早上 好市長找我們聊 對 又找我們聊一聊 那下午我們就開機 速度非常快 所以我跟淑慧都是動作很快的人 一決定目標 然後我們就很快的溝通 那我覺得侯市長 也講得很清楚 淑慧有不同的戰場 那第一我感謝淑慧的成全 大家掃四天 不用那麼早起床 那掃四天 其實我覺得雖然掃了四五天 但是大家在人力的耗費上 包括最重要的是摩擦 可以減少很多 我覺得這是在後續 在整合之後 初選過後 如果你還要花時間 去做內部的整合 那就很辛苦 我覺得砲口一直對外 接下來七八個月 準備好打好大選才是重要 所以侯市長 侯市長 朱市 朱主席 其實在過程當中 都有一定的角色